媛媛 以前是很多事物會起事物 我們就 我們工作的時候 有閒下來我們就會問他說 怎麼起 怎麼起這樣 去的時候要注意哪一些方 哪一部分 這個很穩 才有工具就是要切雕頭的意義 最重要一點就是它的基礎 一定要很穩的基礎 這種就像雙條圖的一塊 沙熱圖的一塊 有雕頭和雙人多的 做的瓣子裡面就這塊最好的 就這一爪除非這一爪的 那個就可以 我們現在要訂裝 像玻璃的反應 這個水線要兩條線 兩條線你這裡有基準我看 這個要離差不多一公分 以前的時候沒有拜熟 我們搬運石頭 搬石頭就用這一種東西 最簡便 它又好處理 使用的時候很簡單就這樣 套下去就好了 捆的時候最好這個手 有嗎 揉到這個 有嗎 船頭如果要走他就知道 這樣 我常常在玩石頭 我家裡都是很多石頭 我家裡 我對石頭有 不知道怎麼說 好像比較愛的那個 就是那個麵 你看船頭 什麼形狀你怎麼貼 這樣就不可以了 到這邊就可以了 這樣 有一個大原則就是要按照那個 石頭大小有沒有 大部分都要大的放底下 過來是中的 上面放比較小 這樣氣起來比較穩固 還比較美觀 你如果做像這個 色漆圍理的部分 你要考慮到你的那個美觀 這個大部分就是我貼的比較多 我貼石頭的面是 上面比較平整 我是線拉下去 所有的時候就 這邊放一個剛好 這個放一個剛好 那個高度 有沒有 那個一條準繩線 到後來就會比較平整 一條一條 他的功能是重風牆 以前喔 來風太羣 那個風很大 一個 三棒那 肉山風下來 這樣移下來 那些超廚都 叫移到 那條子都回去了 那個從那個傳統的 那個老師傅的觀點 這個就是非常標準的 一二三四五六 有沒有看到 六個包一個 一二三四五六七 所以老師傅說 六十七十加一十一定吃 這樣就可以 看看 很像這樣 酒頭不太漂亮 如果算過的酒頭就比較漂亮 明天天很晚 謝謝 heavens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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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